大家好,今天大家介绍的是怎么把一个旧的屋顶的气墙把它换掉 这个图片呢,你看到上面小的那个是原本的旧的 另外旁边的那个是比较大的那个是新的 有这个通风气的好处是那个空气可以流通一点 让那个屋顶的木板可以干爽一点就可以内容一点 有空气的调节的时候就比较好 你看到这边上面已经把那个旧的拿出来 然后就做了一个旁边做了一个圆的那个template 就是那个大的那个那个原本的那个是四方的 然后我这个用纸样画了那个template把它解开 我用可以用刀子跟也许是jigsaw也是可以把它解开来的 上面这边那个芽片呢 就那个位置是不对的 所以我就把这个芽片都拿开来 当然你要先把它们设好 那你的尺寸就比较准这样子 之后就把这个新的芽箱 就把它去试一试那个位置 看它是对不对的 那我现在就用那个roof的calking 那个胶水把它放到里面去 那所用就是要把它用得比较坚固 你再把这些胶水就围着这个啊 那些底那个芽片的底都把它放进去 左边跟右边都要放 不贵 那现在就把这个智商完成就是把它推进去 之后就在那些角的四角 那个用这个roof nail 去把它钉起来 roof nail的头是比较大的 你看一下 千万不要用里边的 因为里边的钉 因为会长瘦的 那一样就是把胶水都放在旁边 就那个芽片的底部 那那个刺枪就会更加的稳固 那那个刺枪就会更加的稳固 它们这样的芽片也是下胶水 把它粘起来 我觉得如果风大的时候 那个芽片都会被吹走 所以都这样子放下去 但不用钉啦 不用钉子 那下面我们也 再一下 两个放钉 以后也是要把那个钉的那个位置 也要放浇水 因为有那个空气 那个下雨的时候 那个雨水就从钉里面 就掺进去那个木板里面 所以一定要也放浇水 我可以换一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